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在未来十多年里我们的一些家庭或者说大部分家庭可能呢会面临着六个危机 这个呢并不是危言耸听 为什么说呢 因为我们每一天挣钱不就是希望我们的生活能够过得更好一些吗 同时我们在生活当中纠正自己的错误或者说呢提前了解到事态的动向 然后呢让我们防患于未然 所以说呢这六个危机也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 所以呢我们要学会思考 今天呢我们就具体来讲一讲 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呢都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 首先第一个难题呢就是在未来可能房价呢还会出现上涨的情况 不少家庭想要买房的话呢可能压力还是非常大的 虽然呢我跟大家讲过房价可能在未来会跌 但是这里为什么又说房价会涨呢 其实这个一点也不矛盾 在当前的这个大环境下呢 我们的房价上涨没有那么迅猛了 而且呢房价两极分化是非常严重的 但是我们要考虑到一个问题 未来十年我们的人口流向是什么样子的呢 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大概率呢还是从农村流向城市 从三四线城市流向大城市 所以呢我们之前说的房价两极分化 就是说三四线城市的房价会回归到居住属性啊 不可能呢有太大的波动 但是这些人口大量聚集的一二线城市和比较有潜力的城市 他们的房价呢会随着人口的上升啊 房价呢也会上升 除非呢你不在这样的城市当中生活 比如说你回农村或者说呢就到三四线城市去生活 那当然买房子就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想为了你自己 或者说让你的孩子能够呢得到更好的一些保障 选择在大城市生活的话 那么这个房价仍然会很高 未来购房的主力均呢并不是炒房客 而是第一次买房的人群和改善型的群体 那么在这种大城市来讲呢 只要不是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 大部分的房价基本上不会跌太多 所以呢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啊 现在呢网上一片呢都说这个房价在未来会跌得很惨很惨 但是现实是你到你的城市当中去买房子 你发现房价好像没有降太多 并且呢新房的价格仍然坚挺 并且呢这个核心地段的房价呢仍然很贵 所以呢未来一些刚需的家庭 在买房子的时候面临着的就是房价仍然坚挺 那么我们在工资不怎么涨的情况下 我们购房的压力呢仍然很大 第二个危机呢就是未来我们的脑龄化会愈加的严重 从2022年开始呢我们的人口开始出现负增长 同时我们的脑龄化开始加剧 也就是说未来呢老人要比年轻人多 这中间呢出现了劳动力断层 这就提到了我们的这个养老制度 我们知道呢我们现在这个人到了一定的岁数退休 对吧我们会有这个退休金 这个退休金呢就是年轻的时候缴纳了各种保险 到了晚年我们有这个退休金 但是我们现在得到的这个退休金是现在的年轻人缴纳的 也就是说呢是现在的年轻人养着现在的退休 老人啊一直往下推 但是就目前来看呢养老金的其实整体的亏空挺大的 每一年呢这个财政都是需要补贴的 那么加上呢现在人口脑龄化 一方面呢这个老人的群体越来越多 未来呢60岁以上的人也会越来越多 退休的人也越来越多 并且呢随着科技的发展 我们现在的寿命也大大提高 那么也就是说呢退休了以后不是我们的终点 而是我们的起点 我们有可能活到90岁 也有可能活到100岁 那么也就意味着从退休开始 我们还有三四十年的退休金要拿 但是呢我们的人口出生呢又减少 而我们呢中间又出现了劳动断层 光依靠年轻人缴纳的这点社保 和财政每一年的补贴是不足以支撑庞大的退休群体的 所以未来呢养老金会不会再次做出调整 这是呢我们不得不面临的一个问题 第三个方面的危机呢 就是我们要说到我们的教育 我们国家呢一直就是应试教育 什么叫应试教育呢 就是平时我们不断的学习 为了那一场考试做准备 如果满分100的话呢 我们的目标就是100分 通常呢我们是60分是及格 100分呢是优秀 七八十分呢是中等偏上的一个水平 但是我们通过这种应试的成绩来衡量我们的学习 是否努力 那这个时候家长在做什么 家长呢就是剥夺了孩子的课余时间 原本呢我们每天上四五节课五六节课 其实呢孩子的整体一天的学习任务就完成了 但是在课余的时间 我们的家长会让孩子呢去参加各种补习班 各种兴趣班 各种培养班 目的就是要让自己的孩子更加的优秀 那么其实呢这是我们家长的一厢情愿 虽然说呢从去年开始教育有了双减 但是现在呢还有很多家长偷摸的 在报各种各样的学习班 目的呢就是要让孩子学得更好 其实呢我们还是那句话 难道这个教育真的只是通过一场考试 就能够决定一个孩子是否优秀吗 我们呢八年后和九年后的一代 都是通过呢这个应试教育过来的 那其实有没有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就是呢很多在当年在这个班级里面 能够排一二三名的这些学生 到最后呢只是拿着普通的工资 相反那些挑皮捣蛋 而且学习不怎么好的学生啊 突然之间好像在社会上混得开 而且每年的收入还非常的可观 讲到这里呢 我并不是说读书不用论 而是告诉大家我们的成长 有很多种方式和方法 读书不一定是唯一的出路 因为每个人选择的方向不一样 比如说有些小孩子从小就对画画感兴趣 并且有画画的天赋 难道你让他去学物理化学吗 有些人天生就是对物理 比如对电工等方面特别感兴趣 难道你让他去考古学文言文吗 所以每个人的方向发展不一样 而我们现在的应识教育呢 讲究的是得志提名劳全面进步 你不光要语文好 你还要数学 你还要英语好 你还要化学好 你还要物理好 等等等等 也就相当于呢 要把每一个人的每一个方面都要发展起来 这显然是不现实的 所以呢 正是在这种应识教育的环境下 我们的家长呢 不惜花入大量的成本去培养自己的孩子 当然从个人的角度发展来说呢 培养自己的孩子 培养自己的孩子 培养自己的下一代 比自己更优秀 当然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呢 我们回归到现实 就是正是因为这种培养 会让我们的家庭花费大量的精力 财力 物力 那么未来呢 我们的大多数家庭 在这个教育方面 还会呢 投入大量的成本 第四个方面呢 就是我们的就业的压力比较大 其实为什么说到就业压力比较大呢 因为世界的经济形势发生了变化 包括我们的劳动 也发生了一些根本的变化 在之前呢 我们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农村 那我们那个时候靠什么呢 靠体力劳动 实现了自己自足 但是产生不了任何多余的价值 对吧 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太多的积蓄 但随着呢 我们整体社会的转型 由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的时候呢 城市开始大量的发展 这个时候呢 城市当中又需要大量的人才 不光是农民工 劳动力还有呢 各个行业的精英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工作方式就发生了变化 到现在为止呢 每一年有大量的应届生毕业 包括现在呢 很多工厂已经实现了半自动化 以及全自动化 也就是说呢 一个工厂未来可能只需要十个人 但是它相当于之前5000个人同时劳作的一个产值 想象一下是不是很可怕 那同时呢 也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的很多人工劳动力 已经被机器所代替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不需要那么多人啊 参加这个岗位 那也就是说 有大量的人会面临着淘汰 这也是很多人现在呀 无法找到工作的一个原因 比如说呢 以前啊 我们在这个工厂里面上班 对吧 所有的质检呢 所有的流水线操作呀 都需要工人 那可能这一条工 那可能呢 这个流水线开动了以后 需要呢 50个工人啊 才能够呢 共同完成这个产品 但是现在呢 由于钱自动化 我们只需要呢 有两三个人紧盯着机器上面的数据就可以了 这一条生产线 就能够完全生产一个产品 所以你想一想 以前是50个人同时完成的工作 现在只需要三个人 那么还有的47个人是不是就失业了 所以呢 你要想一想 我们的工作压力 我们的工作竞争压力 是不是非常大 并且呢 有一些工主呢 有年龄的限制 到了35岁到40岁的这个年纪啊 可能就不要了 如果说你的技能啊 你的专业不过硬的话 很快呢 就会失业到淘汰 所以呢 奉劝大家 轻易的不要去换工作 还有呢 第五个方面 就是呢 我们的很多年轻人 现在选择不深了 其实很多人说 如果现在选择不深了 那未来我们的生活 是不是过得更好 你看有很多发达国家 他们的人口就不是很多 但是他们的这个整体的福利待遇就特别高 各位 我们要了解一个事实 就是说呢 我们要看我们的经济发展是以什么为主的 当前呢 我们国家的经济还是以房地产来带动的 所以呢 房地产是一个巨大的蓄水池 那是需要呢 有很多的钱投入才能够运转的 想象一下我们现在的一个社会状态 是年轻人少 老年人多 而我们的很多现在购房群体呢 大部分被满足了 这些被满足的基本上都是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 他们几乎呢 都有房子 那么作为年轻人呢 可能是他们的后代 对吧 以后就不需要买房子了 那我问你 我们的这个经济怎么去发展呢 我们是不是人少了就越来越好了呢 并不是 同时呢 我们还要注意到一个问题 同时呢 我们还要注意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人口减少的同时 我们生活的成本必将会是增加的 想想我们现在买菜是不是特别便宜 那是因为有很多人种菜 对吧 我们的供应量上来了 我们的现在需求很多 所以我们的菜便宜 但是如果未来我们种菜的人也少了 买的人也少了 那这个菜会不会很贵 比如你去剪头发 这个剪头发现在可能是10块20块钱 未来会不会涨到100 在人口减少的情况下 是极有可能的 因为人口的减少会让很多行业失去竞争力 并且整体运作的成本较高 那么对于我们来讲 我们的生活成本会更加的高啊 还有呢 第六点 就是呢 我们的医疗支出是比较大的 随着呢 这个人口脑龄化的出现 那老年人的身体呢 是比不了年轻人的 老年人呢 一般呢 就有很多基础的疾病 那也就意味着呢 我们每一年在这个医疗方面 会花费很多很多 如果呢 你自己不注重你身体的话 可能未来啊 在这个医疗支出上面 就是很大一部分的支出 如果你的退休工资不够高的话 在你呢 又没有别的任何收入的情况下 那么你的积蓄很快会被掏空 甚至呢 还会连累到自己的子女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 就讲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